又要建造的,要前面前面,又要把碗箱的光线抓住,丑多了。 这照片就感觉到,到底你想说什么,不是特别清楚。 你还想拍前头那个鼠倒影啊? 对啊,还有这个呢,那谁来跟我说,有倒影就跑到后头去, 倒影是为了好看的,不是吧? 所以你想,什么多巨大了,最重要的东西可能就要烧出来。 这个调度有什么缺点?如果这三力冲出来,老马的动作不能那么平平, 应该有一个冲杀的动作,这样还就很可能。 那么后来,太阳晚霞,最后的余光出来,像熊熊那火燃烧的地。 因为路灯也开了,老马这地方有个轮廓光也出来了。 后的基论都闪掉了,前面那支行车也不要了, 后头那个户口也不要了,要不然主体很鲜明。 这样一个伟人,美国民权运动的领袖, 他的奉飞也达到了,就比较鲜明。 这个基论简单看出来了吗? 这一般的基论,一个是太多的想法,最后集中到一系列的想法。 你们拍了,我都没看到,最后没交主眼了。 人去了很多,我记得。 对,那次去了。 那次还拍了那个什么? 那次是还拍了那个现场,急救,抢救病人。 对对对,有很多人。 对吧,就是那个什么? 那边有个印象很深厚,那边有个厕所。 每次去我都拍照不怕,我要跑很多路去上厕所。 那边去拍夜市,也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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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夜市。 所以就要调动这个地,就是说你的主题实际上, 那边有一个主题规定的理系统道理很好。 那边到黄色眼里看,到处是井。 真情人取什么,这是你的本类,你的想法。 第三个层次呢,就是表述生动。 要做到,在上面两个基础上,做到生动有趣,引入入深。 一张照片上面,让人感觉到没什么可看的。 就是不吸引人。 第一眼就会让人感觉到好看,让你静点。 那就要调动十八般五亿。 实际上就调动你的各种手法和器材, 来展示摄影特殊的魅力。 要把摄影特殊魅力展出来。 第一,准确。 第二,鲜明。 准确鲜明的话,也可能干巴巴的话。 最后要生动,引入深。 就刚才我说,捡钱。 你借钱说的话,你不说,人家不知道你找我干嘛。 第二,你鲜明的说,我就跟你来捡钱了。 人家觉得这个人太能了,没理过了。 你会说的,又主题很明显来捡钱。 但又觉得,说到人家同情你,或者愿意帮助你, 这就是你的口才的问题。 一张照片里头,要生动有趣,就要调动摄影技术, 技巧,包括有些才艺的程度。 包括像上个随着脚踢的三角架, 变成两个宝塔。 这就是才艺,知道吗? 这个照片,就调动了一个镜头,叫折换镜头。 像我们介绍。 后头的那些光片,是一般镜头做不出来的。 就是因为长江巨是来回折的,折团。 所以拍那个景深很短,而且后座型的光环有美感。 一页就要注意到。 最近这种照片也很多。 因为我们照相机解决了数码相机, 可以用两次曝光。 那两次曝光一个就是一种玄学, 叙叙叙叙叙的东西。 梦系魂不回的东西就进去了。 而且这两次曝光, 我上次讲过一个最大特点。 胶片都做不到了。 就是我们胶片做的, 真正在黑的地方, 就没曝光的地方进第二次、第三次曝光。 对不对? 曝光过来白的, 拍到这里, 包不进去了。 可是数码相机最厉害的, 多次曝光啊, 白墙上还能进东西, 还能出色彩, 出黑色。 这就是电脑的功效。 所以这个是在亮的地区, 我为什么找这样找那样? 哇,下面天空很亮了, 包包过了, 把那个伊斯坦布尔的蓝色清真寺 又叠上去一下。 胶片做不到这个地方。 胶片真的在这种黑的地方 再曝光, 就可以了。 所以你们一定, 现在买了好的相机, 把多次曝光发现车, 我最近过来收到很多人拍多次曝光, 他们都背一派技术照片, 这都蛮太好玩了,简单实话。 呵呵。 正在那个土耳其, 这张照片, 过去是两次曝光, 三次曝光可能是, 重复曝光的方法。 这样就吧, 因为这个伊斯坦布尔是一个非常神秘的神案, 过去叫军事战丁堡, 大家数量看了吧。 就是非常, 在阿拉伯世界是一刻明珠, 而且是当天, 土耳其是横跨欧亚非世界霸权大国, 军事、经济、文化集体发展。 我们看到那个什么, 杜皮屋就从那儿出来了, 是吧? 那四艘之路的重点, 陆地四艘之路的重点, 跟海上之路的重点, 也在什么呢? 欧洲跟亚洲的交汇也在这地方, 那地方有神秘的阿拉伯世界的很多故事, 经济、文化军事,是吧? 当年, 土耳其跟俄国干得非常厉害, 在黑派, 都也打仗了, 土耳其曾经参加过世界大国, 所以这个地方非常繁荣, 非常新人。 到了这地方, 你的感觉就是拍土耳其这种目的, 穿越历史的, 这种手法就很好, 比较生动。 如果你光拍一下明星片, 上一个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室的话, 其实信息太多了, 网上几万张照片, 你看了也不会仔细看, 这种就比较新人。 第三个就是生动活摸。 我再举个故事来讲, 就是说, 武汉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照相管理, 这个退休的老师傅, 他最近跟我提了一批照片, 他们是工匠, 现在也认识到, 就是照相, 不像照相, 他过去的照相管理, 就是照片一号, 二号, 三号, 或是这种模式化, 那么他们今天迟到了, 照片也要想尽让我们调用积极性, 调用手段, 让人家好看。 他说, 干了一批事, 邻居找我照相, 好朋友的孩子, 他说, 我要下着工夫。 那么, 人家邻居觉得说, 照相这样就熟了, 给孩子孙子留了纪念, 他就觉得, 他就明白了, 甚至能生动活步, 跟着手段用上去, 就是这种广角节奏, 脸上挡了半个链, 反而有力度吧。 所以, 人家家长要与这个孩子上天空, 憋了有一张照片就行, 这一张就更有意思了, 而他又多吃饱饭, 又干一个。 变化钢的手法, 魅力就不一样了, 照相的念力, 魅力就不一样了, 所以这些老师傅们现在都明白, 说, 过去照样外那一套东西太死板了, 看一条几个样子, 那一套。 第三部分, 充分展示摄影特殊的魅力。 我准备了一个PPT, 一套空调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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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套空调节奏。 一套空调节奏。 要不要休息一下, 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会休息一下。 明天出去,你兩禮拜以後還回來嗎? 下週末回來 下週末回來也可以啊 老闆教職業啊 教職子民到新了 我現在看了年齡以後,我最大的感想,我就沒有辦法有一個貫穿的主題 你看看,你看看,你該不習了 然後我就把我的這個,我一下子看到這個我就說我是怎麼能長一個貫穿的主題來年齡啊 我現在就沒有這個主題 您有兩禮拜呢 對啊,我沒辦法,我這個下禮拜不在 我陸家出去度假 正好呀,正好度假去那個 我剛才想了一下,我就說今天我趕快去研究一下多次報告 我們明天去度假的時候想辦法用一下 你有什麼想法? 我有五第四 但我從來沒用過多次報告 你的水平應該不要拍得這樣啊 因為我以前也是像您說的,並不想用多次報告 我試一下 只要簽肯陽感情 你要簽做夢 什麼夢 Estanford夢還是那個 我今天要抓緊學一學 你腦子裡沒東西,不知道怎麼樣 我有想法 有個想法 那我要去 我首先是個構想問題 因為一些音樂群制一樣 音樂教人都很神 好